走向所謂的共存防疫策略 不過目前對境外 還是採取嚴格管制的台灣 要不要跟進 公衛專家對政府喊話 是時候了 最新指揮中心公布數字 16號本土案例 61697例 境外移入57例 比例1%不到 但目前策略 無論是否確診 境外旅客一律7天隔離 沒有例外 旅遊業 國際貿易業含苦 既然要共存 應該盡早松綁邊境 專家提醒 只要保留這項措施 但是開放邊境不必太過擔心 連打過疫苗 就應該有一個檢測 陰性的證明才能登記 國家可以考慮說入境檢測 可以繼續保留 入境適間保留 一旦旅客確診 在隔離就好 一方面也是給國人信心 根據瞭解政府態度 確實把開放邊境當成目標 16號行政院擴大防疫規定 也確認持續放寬的大方向 我們認為還需要再等等看看 指揮中心對於開放時機 還不肯鬆口 只是個股也在看 台灣這個防疫模範生 在最後期末考 怎麼跟民主陣線國家 一起走向共存 作為與專制國家的對照 一海之隔的中國 還在動態清零 百頁停擺 甚至衝擊世界產業供應鏈 中國政府鐵腕 達成數字的面子工程 是犧牲無數人權換來的 臺灣整個防疫的成功 是在自由民主國家裡面 很難得的 可以不要透過封城管塞 而能夠得到 很好控制的一個國家 公衛專家前副總統陳建仁 對國外發聲多次提到 臺灣並沒有封城 講的正是民主臺灣 跟中國不一樣的地方 儘管確診數照實公布 讓不少習慣 昔日超安全的民眾有些薪金 但政策公開 也是讓民眾知道該走向下個階段 持續加強抗疫物資整備 還有治療藥物量 第三劑疫苗覆蓋率 衝高要超過七成 國產疫苗高端 已經入選WHO團體試驗 高端證實第三期臨床結果 最近將由WHO公布 預估情況樂觀 到時開放邊境 回復正常生活 將更有底氣 挑戰新的臺灣模式 三地新聞 陳君傑 陳佳文貴報導